我国下一代战斗机会是什么样?为何世界航空界奇才认为可能是一种穿透性制空战斗机? 静静关注本节目 作为世界航空奇才之一的歼20总师杨伟,近日在航空学报上发表的文章认为 未来各国发展的下一代战斗机或许并不是六代机,而是一种穿透性制空战斗机 杨伟指出,美国空军早在2010年就向国内顶级航空企业公布了下一代战斗机能力征询书 希望能在2030年左右形成作战能力 美国几家公司纷纷拿出自己的法案,结果让美国空军大跌眼镜 如果按现在五代机的4S标准方式,再去清晰地给下一代战斗机一个标准 其研制困难程度和成本根本不是美国能承受得了的 到2016年,美国空军直接放弃第六代战斗机的讨论 而是放在下一代战斗机的使用目的 如何获得穿透性制空作战能力上来了 甚至不再去区分是轰炸机、强击机、战斗机还是无人机 穿透性制空平台的核心指的是下一代战斗机所拥有的能力 其最核心的能力是拥有宽频、宽谱、衍生能力 让现代防空网无法发现 美国空军认为F-2和F-35等五代战机属于防空区外打击平台 吸引性能力对微波雷达有效 而掺透性制空战斗机采用无尾布局 拥有全项隐身能力 还有强大的末端硬杀伤自防御能力 拥有更大的载弹量和航程 可以突入任何高烈度作战环境 完成攻击作战任务 杨伟认为 下一代战斗机作战方式将以超视剧空战为主 信息感知能力更为重要 在美国空军组织的红旗军演中 没有超机动性能和超音速飞行能力的F-35 比F-2有更好的表现 主要原因就是 F-35配备有更先进的光电瞄准系统 分布式孔径系统和电子支援系统等基载承感器 以及更先进的数据链 战斗机信息获取能力越强 遏制对手进行探测的手段越多 往往就能获得空战的胜利 下一代战斗机 另一个方向是人工智能技术的引入 由于现代战斗机配备的承感器更多 再加上编队内 作战飞机和作战体系提供的信息 都会给飞行员对丰富信息的分析判断 造成了更大的压力 只是借助人工智能才能大幅度 降低飞行员的负担 把主要精力放到了做了判断决策上 只需要对空战任务进行监督就可以 虽然人工智能正在飞速发展 但是各国对下一代战斗机的共识 仍然是有人战斗机 说明飞行员仍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从以上观点可以看出 中国未来并不见得会发展一款 满足什么标准的六大机 很有可能也会发展自己的穿透性 去空战斗机